中军 爱您 亲爷 我就是挂在这儿了 当个座右鸣 精缠地给我自己提个醒 也就是了 像朱大人这样的清官 现在打着灯了我也找不到 这皇上巴落朱大人 将朱大人从李布侍郎 一下贬为几名之州 这祸中有福啊 朱大人来几名 那是几名百姓的福分哪 徐老板 本府今儿个请徐老板到这儿来 我不是听您对我的赞美之词的 徐老板 今天本府是有要事求助于徐老板的 大人您别这么说 朱大人有什么事情 要用得着小人的话 您尽管吩咐 只要小人做得到 一定效劳 好 有您这句话就好 今儿晚上 两宫鸾鱼 要路过几名 您可知道 我现在是一厘米 一把面都没有啊 两宫鸾鱼 到了几名 吃不上饭 徐老板 我这条老病可就没有了 朱大人 小人做的都是 木材棉花生意 这粮食生意咱就没有搞过呀 徐老板 我这求您帮助我解决 今天晚上这顿饭的米面就行了 徐老板 你知道我现在是拆着东墙补西墙 我是一顿一顿的对付 师爷 别傻站着了 快去给徐老板 沏茶 给预备点点心呢 大人 哪有茶喝点心呢 不用不用不用 摆开水最好 摆开水最好 好好好 预备点摆开水了 好好好 好好好 真是不好意思 平常本宫也就是喝点摆开水 刚才说给您上点点心呢 我瞒您说 就是说句客气话也就是了 好好好 够粮食的银子 我之后能用修喝低的银子了 大人 不会出事吧 没办法呀 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 银子的事你治我治就行 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当然 那当然 班正 两宫铸臂这些日子 你绝不能让行载断了吹 明白吗 我告诉你 要是让两宫饿着肚子 我这相声的人头 那就交回皇上了 你怎么财送了呀 哎呀 哎呀 麻烦大着呢 总督大人 这 那河水整了 朱大人呢 火中驱立 哎 他只能鼓一筹了 是啊 哎 这红冰发大水了 哎 哎 那就别闲着了 皇上马上就到了 赶快帮着卸车啊 快快快快 各位大人 帮着卸车 来来来来 哎 来来来来 快快快快快快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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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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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他在忙啊 朕難尋時他忙 給一個寡婦推鏈子 朕回鸾石 他也在忙 連個人營也見不著 李治遙 臣在 你說朱龜他在忙些什麼 我沒必犯罪 朱龜把家眷從京城都遷來了 還認了一個乾女兒 他到底幹什麼 我還不清楚 朱龜一再怠慢兩宮 若不整治啊 他重心難平啊 李治遙 不管朱龜在何處 也不管他在幹什麼事 你一定給朕把他抓來 連他的家屬也帶來見朕 臣遵旨 皇上 這是不是 朕知道 你們心有靈犀 各位大臣之間的默契 朕很高興 可是默契得沒了規矩 怎麼讓朕高興得起來呢 萬歲聖明 大臣間思相勾連 是逆君臣之道啊 你 怎麼 這是 上人跟我拿下 別 不去走我 慢 慢 我們犯了哪條王法 有什麼罪 你們沒犯法 也沒有罪 可是你兒子犯了罪 要怪 就怪你兒子了 是你兒子連累了你們 給我押到形態去 走 我去拿两样东西 随你们去见皇上 我就不信皇上不讲理 看来只成这样了 只有太后老夫一发句话 我说再会听啊 那婚约的事 你跟太后老夫一提了吗 提了 老夫一只说回宫以后 找到内部副总管 让他管束自己的儿子 解除婚约的事 老夫一就是不松口 眼快就要到京城 该怎么办呢 要不我瞅个机会 跟太后老夫一说 千万别这样 都可以老夫一 还不知道咱俩的事 他要知道了 那事情就更难办了 那就过两天再说吧 我估计啊 李世遥已经把朱大人押来了 你能不能找个机会 让皇太后和朱老夫人 他们见见面 皇太后一向仁慈 他让人家动了测影之心 那朱大人的事就好办了 那朱大人的事就好办了 嗯 我竟敢勾引皇太后 宝大梅的女子 哼 你等着瞧 何大公管 通报一下 都什么时候了 皇上没心思下去 哎呀 忙里偷衔嘛 和珊 你就没有忙里偷衔 你什么意思 你竟然总是鬼鬼祟祟的 哼 皇太后身边的女子 我孙世遗 从来就不敢鬼鬼祟祟的 和珊 你以为我没看见你 偷偷摸摸的跟冯月瑶做什么 你是个真正的小人 和珊 你在跟谁说话 猪龟吗 七名万岁 周大人还没到 他的家属已经被押来了 关在后院 传他们进来吗 朕 要见的是猪龟 是孙世遗在殿外 是的 他说他来陪皇上下棋 告诉他 对吧 朕今天不想下棋 让他走吧 滑上口语 不想下棋 回客吧 你想抗旨吗 你想惊扰圣驾吗 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我胆子再大 也大不过你和珊呢 行 和珊 你行 你行 彻头彻尾的小人 怎么了 他 他 没什么 皇太后怎么说 太后果然动了侧隐之心 和朱老夫人谈得很投机 太好了 来跟我来 来 皇上 太后拆冯月瑶过来了 什么事啊 太后 请皇上过去续话 不是你们的事吧 你们的事 朕可是什么都不知道 啊 可别把朕给装进去啊 不是这事 万岁 哎 走错了 没有啊 黄太后啊 那我正在后院呢 和珊 罗才在 你也知道 黄太后这会儿 只在后院吧 罗才不知 哼 临时决定我去河岸 是这样的 和珊 可哀家听说 这个季节 河水不会上涨 王太后说的极是 往年是这样的 这次河水突然上涨 的确有点蹊跷 我儿子本来 不想去河堤上看 他忙着迎接两宫鸾鱼 雪鸭姑娘 你老是告诉朕 皇太后来这里干什么 我不信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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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珊 皇上 您这是想要好的吧 没好的 何归 那你来干什么 微臣叩见皇上 那真是巧了 老太后传见老臣 没想到 皇上也传承 嗯 满嘴谎话 是你们搬来太后的吧 啊 即使这样 就情有可原 就起来吧 起来说话 谢谢 皇上驾到 不愿意 去除了 明天 云监 对 不愿意 要chANA 都是妖师 要挂這邊 求婚营 保佑 不愿意 不愿意 和设定 也不愿意 这陈鸭 岳监 放粮是怎样的事啊 这是因为合宫吃美米 拉肚子上不了宫 我儿子眼看情势紧急 不敢懈怠 确实私自放粮 还动用了修低的糖盈购买粮食 他不知道这是死罪 亲者一个人忘了 我儿子知道 臣妾也知道 因为我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 为国为民不怕死 怕死就不是我的儿子 这么说你也不怕死啊 要死臣妾愿随儿子一起死 要有方臣妾愿随儿子一起留 难怪朱桂为官亲政 原来家里有你这样的良女 朱桂有你这样的母亲是死之性 你有朱桂这样的儿子是你之性 皇上有朱桂这样的大臣 乃国之性 爱家要好好谢谢你 爱家请皇上封你为告命夫人 每年的响赢四百两 皇上你说呢 皇额娘所言及时 而照办就是了 叩见皇上 臣叩见皇上皇太后 李世遥 臣在 你怎么把朱老夫人管在这儿 诸位人呢 在外边 你放开我 我自己会走的 义父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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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 还好回事 祝爱卿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李世遥 李世遥 臣在 这是怎么回事 何万岁 臣 臣没虐待他呀 皇上 义父 皇上 祝爱卿 你讲 功亏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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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的河水 突然上涨 刚修了一半的工程 全备了 顺爱卿 你说这河水突涨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禀皇上 围臣已经查明 上游的蓝水坝 同时被打开了 大水勾勾的而下 冲入河道 这很显然 是有人 肆意的破坏啊 李世遥 谁下命令打开蓝水坝的 万岁 河道总督 那是孙世遥 是他管这个事 可孙世遥 又陪着上架南游了 人又不在家 哦 那只有是不正使 魏弘斌管这个事了 传魏弘斌来见朕 万岁 魏弘斌已经被政法 微臣正要向皇上 禀告此事呢 是为了杀人灭口吧 何总督 何总督 只要在皇上面前 你就找我的不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 魏弘斌 胆大妄为 戈辩议案 朕不是再三声明 到此了结了吗 啊 他怎么敢擅自 查抄五个合宫的家 害怕人家女儿 冲作官计 朱大人的干女儿菊仙 就能作证 对吧 万岁 魏弘斌有十大罪状 这济宁府的粮库 银库 都是他刀弄空的 这是他最大的罪状 朱大人就有切腹之痛 河水上涨的事 我当时还不知道 就没有记录在案 这个魏弘斌 罪有应得 不杀 不足以平民分 万岁 万岁 等河水退了 工程马上进行 只是前面的银子白花了 老伯爷您请 孙师爷 您请哀家看什么戏啊 这出戏啊 皇太后老佛爷您看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老佛爷您跟奴才这边来 怎么这会儿没见月瑶姑娘 月瑶姐姐说去花园给老佛爷摘花去了 巧了 奴才我请老佛爷看的戏啊 就在花园那边 现在的花园这么小 能演戏吗 奴才我请老佛爷看的戏啊 是两歌演唱的 叫二人传 他俩怎么会在一起 哎呦 早就勾得成奸了 这就是让哀家看的戏 奴才我不敢欺骗皇太后啊 奴才听说 冯月瑶 与那五宗馆的二公子的婚约 是皇太后林宝的大媒啊 这和珅 竟敢在皇太后眼鼻底下 勾引一个已有婚约的女子啊 这这份话要传出去 恐怕 连皇太后 你也得牵着进去了 和珅 皇太后驾到 皇上是怎么约束身边人的 带可进来 和珅 你的胆子忒大了 竟敢惹皇太后生气 皇上 你的大臣你来发落 省得人家说我干预朝政 二家今天要看看 皇上如何处理这个和珅 和珅 你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惹太后老人家生气 回皇上 是因为月瑶的事 内府总管的二公子 是京城有名的恶少 而月瑶姑娘蓝心慧振 琴琴说话样样精通 实在不该嫁给这样的恶少 对这门亲事 月瑶也是死不从命 后来后 奴才斗胆请您好好想一想 强扭的瓜不甜哪 月瑶她 和珅 你别一口一个月瑶叫得这么亲近 也别管什么人是京城恶少 就说你自己 你是皇上身边的人 哀家身边的女子 且有婚约 你也敢勾引 简直罔顾廉耻 皇太后句句带圣贤立言 和珅啊 这一回啊 你可要记住皇太后的教诲 别再勾引人家优主的女子了 玷污了人的清白 皇上皇太后 和珅啊 他生性风流梦浪 不狠狠地处罚他 这小子他不会犯人悔悟的 奴才觉得 行了行了 就你多嘴 和珅 母太在 朕现在搞清楚了 冯月瑶 看不上内务府总管的二公子 可他呢 有益于你 冯月瑶又与二公子有婚约 你看 是不是这样啊 是这样的皇上 皇上 听你君臣的口气 那全是月瑶的错了 我是和珅的和珅 一遇到麻烦事啊 你就缩回去了 这 这不跟缩头无归一样 你勾引了人家有主的女子 坏了人家规格的名声 还把责任推给人家 这不变成 恬不知耻了吗 皇上 哀家身边的女子 哀家自会管束 你就处置你的和珅吧 皇额娘息怒 和珅 当然逃脱不了干系 和珅啊 奴才在 你记住 从即日起 不许找表明 听见了 这嘱咐也太轻了吧 这叫君护着臣 皇额娘的意思是 太后 奴才倒有个建议 您呢 也别太难为他了 干脆您呢 挺他一年俸禄 殿前 仗赤三十 您来个立竿见影 这个和珅呢 他也能记牢些 就这么办 太后 这个和珅 是御前的侍卫总管 不得两宫鸾玉 铸铸臂行止 如果 等着 没有和珅 两宫就不能回暖吗 诸贵 你敢要挟皇太后 皇上 你也是这个意思吗 带出去吧 皇上圣名 皇太后圣名 皇上圣名 干脆您は 不得 不得 大人 你 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开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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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炙 太后 太后 快救你 您说句话呀 听听 老贵 你胆也忒大了 皇上 皇太后 事出有因 打合身没用 臣以为 凡事顺其自然 自然而然 所以然矣 什么意思啊 臣下十分关切月瑶的一生幸福 皇太后比丞下更加关心月瑶 二公子不孝 则在祈福管教不严 月瑶不肯驾驭恶少 本在情理之中 皇太后十分疼爱月瑶 绝不会看到月瑶 就此苟勉一生 婚约有信 难道要毁约不成 臣以为 仗是何身无助于事 臣恒请皇上 皇太后宽恕和身 殷尸力道 顺其自然 早不开口 算了 算了 你起来吧 谢太后 月瑶 你跟我走 月瑶 替和身 谢八舅爷 得救我 你还要唯一 队 得救我 我不允认你 然后 伤心 也想得了 癱瘠 臣惡貴叩見太后老伯爺 起来吧 喳 俊爺 你也起来 与惡大人赐座 谢太后 谢谢爸 舅姨 太后老伯爺 召见老臣有什么事 二公子真像你们说的那样 是金城四大恶少之一 老伯爺 是金城恶少之首 子不教父之过 身为朝廷重诚 管输不好自己的儿子 哀家回宫后 集召内务府总管 令他管输好自己的公子 老伯爺 朽木不可刁野 为时已晚 到了这种地步 这倒应了一句话 官卿疏利寿 家父小而骄 这就难了 不瞒老伯爺说 岳瑶这个婚约 不但是他爷爷英联 也一直是老臣的一块 心病啊 恶爱亲直言 哀家这会儿气已经消了 直脑内务府总管 教子不严 只是 只是 只是爱着老佛爷 未敢贸然提出解除婚约 今日既然说到这个事儿 老佛爷让臣下直言 臣下斗胆直说 这个婚约 不但月瑶姑娘不愿意 就连他爷爷跟老臣 也不乐意啊 这样 这事儿 解灵还需寄灵人 解除婚约的事 哀家去跟内务府总管说去 老佛爷盛名 好了 行了 多谢主大人 你们哪 也太不小心了 这都是孙世忆跟我过不去 我能进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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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你怎么偏敢这时候来啊 正让孙世忆再看见 要到太后那嚼舌头了 这时候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嗯 那太后呢 我八九爷已经说服了太后 太后已经答应 解除我跟二公子的婚约了 厄中堂就是厄中堂 一言九鼎啊 真的啊 屁股还疼吗 没事没事 三十棍子还打了十棍子 比你八九爷那次轻多了 再说听着这个好消息 我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真的 你看 一起 你一点都不疼 早知道啊 我就不拦着 那你多吃几棍子 你啊 就感觉疼了 你这 你起来吧 屁皇上 何低这件事是人祸 朕已经清楚了 那个罪魁祸首 魏洪斌 因为其他罪案被李世尔被李世尔给正访了 要不然朕一定要惩罚他 万岁 李世尔 李世尔 触绝魏洪斌 我应该不得那个人祸 争认得那个人祸 也不得了 我应该认为了 你能够知道 我想找到你了 我应该去 你这些孙 封印尔 你身体运了 那封印尔 是什么意思呀 三吃 上吃朝廷 下吃和宫 中间在老百姓中间 搞开捐筑堂 开捐筑堂就是花钱买官 用此来徇私舞弊 还有不怕撑死此感啊 万岁这次把银子 直接拨给了小臣 没有经过孙世义 孙世义他就怀恨在心 指使魏弘彬 开掘了上游蓝红坝的口子 使河水泛滥成灾 冲毁了小臣尚未完工的工程 万岁啊 人祸大于水患 这个孙世义 他根本就不想治理水患 因为没有水患 他就不能入相朝廷要人的 更不能在百姓中间 搞那些什么 花钱买官的勾当 好了 不要再说了 朕已经明白了 你们说了这么多 有证据吗 小臣这里有孙世义 贪污和银的账本 网上您要看吗 现在不看了 何身 奴才在 朕命你立即拿下孙世义 押戒京城 朕回京后 第一件事 就是要亲审孙世义 奴才遵旨 还有 既然李世遥如此袒护孙世义 你在押戒路上 绝对不允许李世遥和孙世义 有任何交往 罗才领会万岁元的意图 罗才一定遵旨办事 朕爱卿 臣在 你也带上证据 依旗进京 臣遵旨 这个库房的粮食 原来是接待两宫铸臂御用的 朱龟却给掉了包 换成了没变的粮食 朱龟 朱龟眼里哪还有您皇上 朱龟 臣在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中必有缘故 鄂中堂所言极是 是有些原因 这些没变的粮食 原来在河宫手中 朱龟把我调给他 接待两宫的上毫米面 却换给了河宫 用这些没烂之物 让皇上和皇太后吃 不知他适何局心呢 朱龟 臣在 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提走皇上 臣无话可说 朱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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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看的这是什么糊涂账 啊 那个徐长春是什么人的 徐长春是个奸商 这是怎么回事 朱大人 这是您亲手做的账本啊 那有什么不对吗 你竟然跟他们礼购外联 朱龟 臣在 你给朕解释 朱不给你的制和银两 怎么让一个奸商 支走了那么多 你刚才还检举孙世义 侵吞制和银两 你把银子给一个奸商 去做什么用 万岁 朱龟的心腹 就是这个徐长春给买下的 其实皇上 那是臣租的 大胆朱龟 朱不给你的银子 是让你休和低的 却擅自挪用 还口口声声的说 人祸大于水患 是 现在皇上 臣被定责 臣有罪 可这件事情实在是弃跳 臣一时说不清楚 吕晓 臣在 朱命你 把朱龟带回京城后审 臣遵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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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晚了也不会病 中堂大人 这里面没有师爷 李师爺不会放过他 肯定要杀人灭口 绝不能让师爷落到李师爺的手里 该死的东西出卖了猪柜 还打上一家人的性命 大人 我们现在去找李师爺 走 何故出卖我朱大人 你是我干爹的师爷 却勾结李师爺孙氏一行地陷害我干爹 你的心肺让狗肯了 江姑娘 我上他们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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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能不能一手 一间一间屋子都给我收 一个人也不能放过 走 快点我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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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